以修习直观 披中计 以求生净土 披上计 你看看 上中下 三中根系 促为业障众生 中为凡夫二臣 是知 尽宗是大臣菩萨 这所修理 这是七心论苏里的句话 呦 弥陀要解 为持明发门神庙 破尽一切邪论 斩尽一切意见 唯 马鸣 龙树 智者用名之流 彻底核弹的去 这把上根引出来了 马鸣龙树 这是古印度的宗斯大德 啊 传记里面所记载的 都振得 粗地的 地位 这地位高了 粗地菩萨 智者用名 这是中国的 啊 智者大司 天台宗的祖司 永明延寿 是中国 是中国 净土宗 第六代的祖司 佛 应化而来的 啊 智者大司 是释迦牟尼佛 再来的 啊 智者大司 永明延寿大司 是阿弥陀佛 再来的 啊 敬宗这个法门 像他们这种人 啊 才彻底 何但就是承担呢 他才能承受啊 不是一般人啊 啊 这个法门的神庙 破尽一切西论 这句话就说得重啊 真话不是假话 一切西论是说什么 不是说世间的啊 一切诸佛菩萨 说经研究 全是西论 哪有这么麻烦呢 一抓密到我 不就成佛了吗 还搞这灯干什么 这句话不容易啊 那为什么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弯路 这一条路是直路 啊 只教你一句佛号 佛号之外统统发现 多长时间陈旧的 弥陀经上说 若一日到若七日 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 啊 致持名号 念佛往生的 一般都是三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你就是阿维越智菩萨 你不全通了 哪要那么多的时间呢 去学习啊 这是什么任务啊 谁能相信啊 马鸣龙树智节智流 他们能相信 斩敬一切意见 不准你起心动力 哪里还有什么分别之处 斩敬一切意见 这是断烦恼 破烦恼账 破敬一切西论 是破所知账 这一句佛号 连终障碍都破掉了 所以下面给我们说 盖骗印痴迷迷月法 那致源至尊 无上法门 我们夜当甚 видно 粗修的人哪你知道 知是到了顶头了 圆满极了 任何圆教不能跟他比 圆中之圆 顿是顿超 顿中之顿 无上法门 他在八万四千法门之上 没有比他更高的了 能相信吗 能相信的人 那就是上根 不能相信的人 那中下根性 这句话是真的 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 故意深妙 男性之法了 全教小乘 很不容易接受 在我们一般 就是知识分子 好学的一些 那都是障碍 好学 所知障 有所知障 不能再定 开不了屋 妄想太多 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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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